孙星敏一船一射闪耀北伦敦德比,率领热刺2比1逆转阿森纳,本轮因超重头戏北伦敦德比,做客的阿森纳虽然由拉卡泽特的世界波先开记录,但主队热刺凭孙星敏一船一射,协助球队2比1逆转反胜,两支北伦敦的宿敌仍然为欧战资格而努力,热刺主场迎战阿森纳,上场对伯恩茅斯录得全场临重目标的尴尬记录后,主帅穆里尼奥本场继续以哈里凯恩几次 孙星敏攻坚,不过,阿森纳的领先优势仅维持3分钟,三中间制衣的科拉西纳茨宋大利回船犯错,孙星敏以速度压过大卫路一次,禁区内挑射入网,在19分钟随即扳平,两军在往后时间都有机会再添记录,可惜热刺本戴维斯的冷剑及阿森纳奥巴梅扬的近射都敌不过猛况,战至比赛末段,孙星敏开出脚球,阿尔德为雷尔德跳顶投球建功,攻入反超一球, 结果以热刺2比1利克阿森纳,全驱3分,并在联赛榜上以2分之差超越阿森纳,升上第8位